Hello 大家好 今天出去跑步我和太太 然后在马道上捡到一只狗 这个应该是苏格兰牧羊犬 非常漂亮 眼睛还是蓝色的 然后先牵回家 然后它有电话号码 号码没打通 然后我暂时先牵回家 你看我的那个 因为它有项圈但是没绳子 我用鞋带先把它给固定牵回来 非常听话 路上牵回来就跟牵自己的狗一样 它会跟着你的脚步走 捡到狗 先不要急着给它吃东西 先给它喝点水 像这种狗可能跑出来 不知道玩了多久 怕它脱水 但是它好像并没有很久 说明它并没有跑出来太久 而且说明它就是这附近的居民的狗 那么在美国捡到狗 可以打机构的电话 但是机构一旦送进去 它就要全面的体检 然后打针什么的 然后主人再去领就要花钱 那么像我们经过我的判断 反正有号码 打不通过一会再打一下 经过我的判断 这只狗应该就是附近邻居的狗 所以我暂时先牵回家 然后就 然后在那个我们 因为我们之前 牛牛杰克也走丢过 所以知道那个附近有一个群 就是老美的那个群 就是狗丢了什么的 都可以在里面发信息的 我们过一会就发一个信息 然后我的频道呢 反正主要是华人 不一定能找到他的主人 当然他反正都是 应该这种狗都是有芯片的 有号码的 所以也不怕丢 肯定能找到的 我们找到他家的地址 狗牌上我们的号码打不通 然后有一串地址 一开始以为是宠物医院的地址 像我们家那个牛牛杰克就是打针的宠物医院 那个狗牌上是写着宠物医院的地址 不是家庭地址 然后我说试一下 用那个地图一搜索 结果是就住在 走路也就十分钟 那么我想干脆就把它带回去 我们家带回他们家家 因为我们家 他一在我们家 牛牛杰克可伤心了 眼泪汪汪汪的 以为有人来争处 哎呀到家了 装上录音设备说一下 就刚刚我们在送还的时候 遇到主人正在出去找狗 然后我们在门口按门铃 按了一分钟 然后主人火急火燎的开着一辆红色越野车回来了 是一对白人夫妇 因为当时也不好意思直接拿出来摄像拍视频 当然我后面想象我说应该跟他合张影的 但是也没有 反正就算了 有点小遗憾 那就说一下 是一对白人夫妇 然后很感激我们 然后其实离我们家非常近 我那个预判是很准确的 就先给他喝水试试 他不是很渴 肯定离得非常近 然后美国那个狗走丢呢 是为什么一定要就是 如果有好心人碰到 就稍微牵一下 先代为管理一下 然后再慢慢去找到主人是最好的 因为在美国如果你的狗在路上被车撞了 如果车出现损失 或者车里的人 或者造成财产生命损失的话 那个是巨额赔偿 是狗的主人赔的 而不是像我们国内农村 撞死一条狗的话 全村追杀 全村追杀 叫你赔钱 实际上理论上就是这样的 狗没管劳 就是主人的问题 哪怕是他是越狱逃出来的 那个狗我看了一下他们家 因为苏木 他们家那个围栏好像矮了一点 然后那个缝我不知道能不能钻出来 也有点大 可能都是原因 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主人的原因 就是大家千万要记住 然后呢就是养这种 运动量非常需求非常大的狗 一定要小心 我是比较懒 然后我们家法斗 正适合我的那个到处躺 到处坐 是吧 每天稍微活动 活动就够了 然后我们锻炼 我是不带狗的 为什么 这样的天气 那牛牛杰克啊 出来跑一圈 会中暑的 只有在寒冷飞 或者阴天的时候出去 按我的那个活动量才行 要不然我的活动量得减少一半 牛牛杰克就吃不消了 那他们呢是瞬间爆发力强 不是那种耐力 那个什么狗啊 就是就这种牧羊犬 得牧疏牧 是吧 然后那个什么雪橇山傻 真的真的 千万不要住楼上的 住公寓的 千万不能养 真是虐待他们 相当于 然后哪怕是住这种大院子的 他们家院子跟我们家差不多大 我发现他那个狗还是不行的 还是要跑出来玩的 就是对他来说那个大院子跑来跑去啊 新鲜感也没有了 活动量对他来说还是不够的 真的天性就是要追着一群羊 没有羊给他几只鸭子给他杆杆 至少啊 那牧羊犬就是这样的 今天就稍微说一下 这个对我对狗的一些理解吧 毕竟自己家里两只小法斗 超级可爱 然后又今天相当于做了一个好事情 然后因为英文再多说也说不了 所以跟他们那个白人夫妇的沟通上 也就是感谢啊 谢谢啊 这些很简单的 说复杂了 我说我要拍个视频什么的 我说不来 我太太也有 然后也不太好意思 直接拿出来拍 所以这个有点小遗憾 没关系 今天这期节目就先这样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